大家好,我杨风,今天1月15号,美元持续下跌,对中美大国博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个人的荷包,还有个人的资产,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美元持续下跌,是不是预示了美元霸权的崩落? 去年2020年,年终的时候,我们有一期的节目,美元崩盘在即,美元超发是如何对冲回流的? 这是杨风美元霸权系列第一个单元的视频,今天是第二个单元,在那一期的节目,杨风讲述了,第一,美元为什么在未来的一两年会下跌的原因? 第二,在过去的20年中,美元超发,但是为什么没有造成美国恶性的通货膨胀? 并且还解释了,美国是如何让超发的美元回流,对冲回流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超发的美元,必须要回流,美国要回收,否则的话,这会加速美元的贬值,而且必须是有秩序的回流。 如果回流的速度太快,让海外的美元一下子,全部都涌入了美国,那会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 自从那一期的视频退出之后,美元指数下跌了大约7%,所以那一期美元下跌的说法,算是验证了一半。 最近两个月,杨风旅游在外,一个月前,有一位银行行员询问杨风说,要不要开设美元账号? 杨风反问这位银行行员说,为什么会建议开设美元账号? 这位行员回答说,因为美元最近都在下跌,所以现在是投资美元最好的机会。杨风接着就回应这位银行行员说,美元还有可能会再下跌。 根据杨风的观察,以及所收到的资讯,台湾有些银行和证券行的理财专员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会建议客户投资美元,或者美元债券基金。 但是,随着美元持续下跌,这个建议,看起来无法为客户提供一个良好的回报。 杨风对美元的观点是,长期来看,美元是会下跌的。至于短期来说,美元会上上下下,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 我们还是引用罗奇的说法。 斯蒂芬·罗奇,他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斯丹利的前亚洲区的主席。 摩根斯丹利是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非常有名,华人俗称是大摩。 这家公司变列了许多的国际投资指数,其中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亚洲投资人是非常熟悉的。 许多在亚洲的股票,都想要列入MSCI指数里头,这包括了在台湾以及在大陆上市的公司。 去年六月,罗奇就提出了,美元会崩溃,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将会暴跌35%。 今年初,罗奇仍然坚信坚持他的说法。 在星期一的时候,罗奇补充他的说法,他认为,在今年2021年,美元指数还会再下跌15%到20%。 罗奇认为说,美国的市场是过于强调美国联储会的作用,认为说,将利率维持在零这个水平,也就是零利率,就能够防止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现在来谈一谈杨凤的看法。 去年3月24日,杨凤有一期视频,美国注入天亮的资金,要救股市,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但是救不了经济。 当时的背景是,美国联储会定下了无限制量化宽松的政策。 因为那时候,美国遭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股市巨幅下跌,还曾经几次的触及了美国股市的垄断机制。 为了要挽救投资人的信心,挽救股市的巨幅下跌,联储会就下了两副猛药,一个是回到了零利率,另外一个是无限制的量化宽松。 杨凤当时认为,这两剂猛药下去,可以挽救股市,但是救不了经济。 这个说法,到了今天,算是验证了。 美国联储会的无限制量化宽松,真的很厉害。 在去年底的时候,美国股市又创下了新高,可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起色,甚至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不过,市场上有另外一种说法,虽然疫情冲击到了美国的经济,但是也同时刺激了远程办公这样的技术革命出来。 这样的技术革命将会雷同于过去的技术革新换代,因而可能会刺激另一波的经济增长。 杨凤对于这样的说法,持保留的态度,如果没有找到新的消费模式的话,来取代疫情之前的消费模式,那么是很难维持经济的增长。 因为疫情之下,许多的服务业消费都已经消失了,或者是大幅的减少。 而网购只能够弥补实体消费的损失,不能够完全替代,好比说观光旅游,休闲娱乐,还有体育赛事等等。 就很难用电脑模拟或者是虚拟模式来取代。 所以杨凤还是认为,联储会的量化宽松,总会有尽头的一天,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无限期的来支撑着股市,除非是疫情受到了控制。 但是,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受到控制呢? 过去的一年,美国政客们错误的低估了疫情的伤害,又过度乐观的认为,疫情会很快的得到控制。 去年11月,辉瑞宣布疫苗成功了,并且有效率高达90%。 当时是人心大震,美国股市立刻以上涨来回应,这个好消息。 于是,美国政界就计划,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能够向美国人民施打至少1000万的疫苗。 结果是证明,这是又一次的乐观估计。 现阶段,美国股市几乎是百毒不清。 杨丰说的是现阶段,没有说以后。 大家要注意一下,美国股市因为有着资金行情,有着大量的资金,所以可以达到现阶段百毒不清的情况。 但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形,美元汇率也没有这种情形。 这和美国股市是不同的,大家不要被股市的资金行情混淆了。 那么,为什么杨丰说,对于美元的长期走势是看跌的呢? 这里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的国债不断增加。 按照1月时候的美国国债中所显示的数据,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27万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美国国债增加,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对美元是一大压力。 第二,美国联储会不停的量化宽松,不停的印钞票。 最简单的说法,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了。 而且,美元超发的历史,至少要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算起。 2008年那次的量化宽松,货币超发,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美联储没有完全的回收,消化掉,然后又遇到这次的新冠疫情,钞票是印得更多。 这两个原因叠加起来,有一个名词叫做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是政府债务货币化。 用最通俗的比喻就是,美国已经把财政赤字,当成是一个家常便饭。 又好像是吃鸦片一样,上瘾的停不下来了。 美国这20年来,累积了大量的债务。 总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过度的对外用兵。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这两次战争,根据估计,花费了几万亿美元。 包括了因为战争所导致的间接费用。 比如说士兵的商产,抚恤。 短期和长期的医疗照顾,还有眷属等等。 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那几年,美国几乎是,一年就增加一个万亿美元的赤字。 第三个阶段,就是去年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所导致的缘故。 由于美国财政赤字不断的恶化,美国国债不断的增加。 这对美元是一大压力。 因此,不少外国政府,开始减少持有美国的国债,减少美元的储备。 尤其是那些遭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比如说俄国。 中国也减少了美国国债的持有。 当国外的买家,减少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是抛售美国国债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美联储就不得不增加购买自己的国债。 这又造成了更多的量化宽松。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的金长账赤字,也就是贸易赤字。 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过惯了舒服的日子,美国人大量消费。 但是,许多的商品货物,是在国外生产的。 所以,必须要从国外进口。 第二个原因是,许多的生产商,为了要获得更高的利润, 把生产线转移到海外去,尤其是亚洲,尤其是中国。 这两个原因叠加起来,就造成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巨额的贸易赤字,又加深了美元下跌的压力。 照道理,美元下跌会增强美国商品出口的吸引力。 同时,进口货物的价格会提高,这就多多少少,会降低进口商品,对美国人的吸引力。 问题是,在美国本土生产,成本太高了。 另一方面,美国人仍然是保持着大量的消费习惯。 于是,大量的进口一直都改不掉,也无法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 过去四年,川普政府一直想要把海外的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本土来。 一方面,甚至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 二方面,可以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但是,川普的办法,不成功。 本来川普认为,这都是因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 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所以,川普就和中国打关税贸易战, 又想要迫使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还有其他的跨国企业离开中国。 但是,都无法成功。 美元长期走势看跌的第四个原因。 美国人的储蓄率,太低了。 储蓄率低,消费习惯又高,美国人民就无法不举债。 美国人民到处借钱,车子贷款,大学贷款,房屋贷款,信用卡的债务等等。 美国人民是到处消费,到处贷款,然后是民间贷款,而政府也借债。 债务成了全民的普遍现象,成了全民运动。 上一期视频,美元霸权系列第一个单元推出之后,有网友留言问说, 美元下跌,那么手中拥有许多的美元资产,该怎么办? 美元如果持续下跌,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损失可就大了。 那么怎么来应对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手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元的资产, 那么可以适当的考虑分散风险。 什么是美元资产呢? 美元资产不是只有现金存款而已,还有手中的股票, 也包括了你的房子,你的退休金,大家不要忘记, 把退休金401k等等也计算进去。 对于那些到美国留学,然后就在美国工作,定居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大部分的资产,都是美元的形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考虑适度的分散美元资产。 怎么分散呢? 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把手中的股票, 以适当的比例,换成一些海外的企业,ADR,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海外存托凭证。 这些海外的公司,营收和获利,多半是以海外货币来计算的。 这样,就可以对冲美元下跌的风险。 第二个方法,购买海外的资产。 北美华人,不管是来自于台湾,香港,还是大陆, 多半还是有海外的关系网络,可以考虑购买海外的资产。 第三个方法,就是持有外币,外币存款等等。 通常,大部分的人,手头不会有太多的现金, 所以杨凤把这一项,列为第三个方式。 那么,拜登上任之后,美元下跌的情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议题。 第一,我们刚刚说的四个,可能会造成美元长期看跌的原因。 美国财政赤字,美国国债的增加,美国的贸易赤字, 以及美国人的储蓄率低。 这些都是长期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改变的。 即便是拜登上任,也很难在短期之内,就扭转这种局势。 第二,按照美国民主党过去的施政方针, 民主党的总统,往往会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会增加医疗保健的支出。 这几个星期,从美国股市可以看到,美国投资者预期,2021年的联邦支出,会大幅增加。 既然美国联邦支出不会减少,那就表示,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继续下去, 而美国国债也会持续增加。 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所以储蓄率也不会增加。 另外,美国贸易赤字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了。 川普和各国打了将近三年的贸易战,也没有办法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 拜登上来之后,也不会在短时期之内能够解决。 除非是拜登新政府,开始做战略收缩,减少海外的驻军,减少海外的军事基地, 然后降低军费,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且停止量化宽松, 降低联邦政府的采购,降低或者至少冻结联邦政府雇员的薪赤调长, 还有降低联邦的福利开支。 减少军费开支,民主党可能是愿意的,但是降低福利的开支方面, 这可是违反了民主党的传统政策,也会伤害到民主党的选民,民主党办不到。 所以,看来看去,这四个造成美元长期看低的原因, 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在拜登政府任内可以得到改善。 还有一个层面,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股市,从2009年以来,到现在已经走了将近12个年头。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股市牛市。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还欠一个股市熊市,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或者是两三年之内,也就是拜登政府任内, 美国可能会面临一波的经济滑坡,以及股市的熊市。 按照过去的经验,当美国经济下滑的时候,美元通常也会下跌。 然后,美国就会增加财政支出,来挽救下滑的经济,同时也是来挽救股市下跌。 同时,根据过去十几年的经验,美国还会增加量化宽松,这两项,又都会增加美元下跌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美元如果下跌,会不会造成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降低,造成美国股市的下跌? 第一,美元下跌和美国股市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时间点不好抓。 有一些人可能是这么打算的,美元下跌,然后股市也下跌,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就进场抄底。 等到美元回涨了,美国股市上涨了,那么就是两头赚。 不过,时间点真的不好抓。 第二,杨风劝大家,不要去轻易的赌这个。 十年来,由于美国联储会不断的量化宽松,美国股市已经扭曲了,已经变成了资金行情。 美国股市有一句俗话,也是一句名言,不要跟联储会作对。 联储会搞量化宽松,除了挽救经济之外,就是要支撑股市。 如果你不是行家,不要轻易的这么做。 美国股市如果大跌,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这就跟中国房地产大跌是类似的情形。 这方面,我们以后会另外有专题来讲述这个关联。 上一期节目,有关美国网络霸权的议题,得到很好的回响。 虽然说,这一期的视频,因为缺乏新闻热点的缘故,以至于点击率不如以往的节目。 但是,杨凤还是觉得值得。所以杨凤不断强调话语权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其实,美国网络霸权,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厉害,其中的影响还要深远。 美国的网络霸权,是以英语的形式,这就造成了,美国的英语文化,畅行世界。不论是新闻世界,电影电视娱乐,还有体育等等。 最重要的,美国英语文化的价值观,就深入了世界各国人民心中。有关这些,杨凤还有新的单元,会持续的来讨论。 杨凤的频道,会在时事新闻与专题之间,相互穿插着。杨凤的专题系列节目,已经从石油美元,欧盟系列,以及中美南海争霸,美元霸权等等,慢慢拓展到文化的征战上面,延伸到话语权的层面。 大国之路,方方面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元,还要深远。 而大国博弈,也是全方位的比拼,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惊险,还要激烈。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凤时评,如果您认同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分享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os! 您的优优独播剧场合广